大家好,我是Stan SN语了Avengers女团GatterBeat 昨天正式公开了新曲Step On-Ni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GatterBeat新曲Step On-Ni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Step Back最起码歌曲很好,只是歌词太烂 但是现在连歌曲都烂了,真的不要再继续了 大家都能各自做好自己 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做成这么烂呢? Taeyeon,Aspel,RedBee粉丝们都这么不喜欢 到底是为了谁做的这个奇化呢? 我觉得比Step Back好 但大家的反应让我好伤心 因为反应实在是很不好 所以我也特意去看了一次MV 再怎么是前辈? 怎么好的都让博娃一个人做了? 第一段副歌部分,Dance Break 结尾都是博娃在西位 说实话,在各团带来的精英的话 最起码Part分配要做好一点吧 这不是CatterBeat的问题 总感觉SN语乐跟不上最近的潮流 怎么说呢?世界观什么的,狂压什么的 现在好像不吃这一套了 我一听就觉得很好听 怎么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喜欢一样呢? 真搞不懂为什么做了这个组合 也搞不懂是为了谁做的 用这一手好牌能打这么烂 也是个能力 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 不要再做这种东西了 韩网大部分的反应都非常负面 所以想问一下华语圈的观众们 CatterBeat与CatterBeat的兴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2021年轰动全国的 没吸安全带吧 纪州岛敞篷车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男友确认你有没有吸安全带后 突然踩敞篷车的油门到时速114公里 结果导致发生车祸 让女友直接弹出车外身亡的事件 1月12号 韩国大法院以危险驾驶致死等嫌疑 最终判了男友有期徒刑4年 而至于检方起诉的故意杀人罪 大法院则以证据不足给不回了 大法院表示 如果被告真的有故意杀人意图 就没有必要故意问被害者 有没有吸安全带 那个录音里的说话声 以及踩油门的声音 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 这怎么不是故意杀人呢? 确实是有点模糊 如果真的是想要故意杀人的话 应该不会用一起乘坐的车那样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炸男还是现实? 为什么分手了? 你不是说想结婚吗? 看过汉测吗? 我亲眼看到了 他们家是汉测 什么被迷住了 心动了 表白交往后我才知道 他们家比我家穷很多 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家很有钱 但是从某个瞬间开始 我开始刻意照顾他 约会的时候也是 去旅行的时候也是 提起结婚话题的时候也是 不会因为我自己的情况 而是因为他的情况 而看他的眼色 但是你知道更糟糕的是什么吗? 他吃饭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 是在花我爸妈的钱 在花我的钱 去他家里拜访的时候 坐在连坐都觉得 好尴尬的那个家里吃清炖剂 突然就让我想到 以后我赚的钱不再是我的钱了 我的钱会哗啦啦的流 像漏水一样 喂 那是交往之前就应该考虑好的吧 你连走到底的觉悟都没有 喂 谁知道会那样 嗯? 我的爱竟然这么小气 只有我是垃圾吗? 现在只有我是垃圾吗? 嗯? 不是的 不是的 当初就不应该要交往的 为什么让我们相爱 超约现实的爱情 那种事罗米欧与朱莉要做的 嗯? 但是最起码 他们家境还是差不多的 不是吗? 结婚是现实 我觉得很正常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跟门当户对的人结婚是有理由的 结婚前觉得这种事是垃圾 但是结婚后觉得是现实 是现实 但是也有很多人只看爱情就结婚 这是现实 但是朋友们都知道女朋友是谁 只要说家境差太多 所以分手就好了 什么汉策吃的东西是我的钱 用这种词真的是个垃圾 家境相差太多的两个人结婚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